美股步步高 外资上调苹果股价到375美元 半导体欢声雷动 台积电ADR也收高大涨2.06% 来到历史新高的60美元 台股台积电股价也继续冲 盘中最高占上346元 市值来到新台币8.97兆元 改写新高 7奈米的这个订单 应该目前为止上都还是那个 所谓供不应求的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大家不用太在意 只要留心美国的ADR 是不是持续的上涨 还有苹果的股价 能不能持续上涨 这才是台积电最大的一个动力 周四法说会 法人提问成为焦点 市场传出台积电5奈米制程 预计在今年上半年量产 法人看好台积电 有望独拿苹果5奈米A14处理器订单 带动今年营收成长 预计第一季在联发科与超围等 客户需求支撑下 营运表现淡季不淡 有机会与去年第四季持平 我想半导体现在指数已经领先创新高 无论是非诚半导体 带动NASDAQ 都几乎都要创新高 那台湾的半导体指数 更是已经领先创新高 所以大家不妨观察台积电的整个变化 你大概就是一个领先的指标 台积电不回应市场传闻 但美系外资在法说会前 看好台积电今年表现 搭上5G题材 预估台积电获利持续成长 维持买进投资平等 目标价调高到380元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